我是元大證券金融教育部的林聖童 今天很感謝大家在假日 能夠播出時間來參加這樣的研討會 我們也很謝謝金融資金融寶給你們這樣的機會 祝了一個這麼好的上帝 剛剛前面兩場 劉柏泰的沈小姐也跟大家介紹了一些權證的幾種概念 然後再來請我們藍先生跟大家介紹一些權證操作的一些心革 一些心法 等一下就是還有憲哥 憲哥來跟大家分享整個投資趨勢 一個產品的一個介紹 我的題目是原來這樣學權證 不是自寫錯的 那是元大的一個教育訓練的 就是對權證方面的一個教育訓練的一個網站 那大家只要上了元大權證網 去找到這個原來這樣學權證 其實它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就是大家應該要知道的一些權證大小事 在那個地方就可以找得到 其實不需要千里條條來這邊上課 因為我們元大已經比較少辦這樣的投資講座 那我們都已經把我們的投資人想要知道的都拍成了VCR 那也就是說你只要花短短的30分鐘的時間 用手機用電腦上去看一看 其實全證大小事大概那個地方你都可以找得到 還有我們一般投資人剛進權證市場的時候 最容易出的一些問題 像權證13問這部分的問題 就很容易產生疑問 那交易所把這些疑問打長的打去的這些客訴 把它整理出來13個問題 那這13個問題也拍成了VCR 甚至於有些書面的資料 也在這個原來這個認識場 最好是先來了解一下 先搞懂權證以後再進場 免得真的是 那個賠了夫人又責兵 我剛剛看到我們旁邊這些標語 都是正面激勵大家的 他說賺很大 以小博大賺很大 權證輕鬆賺 可是他都講了一半而已 很想鼓勵大家進這個權證市場 可是輕鬆賠有沒有 賠很大 有沒有 都還沒講嘛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玩權證 那我想統計一下 在座的各位啊 有玩過權證的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好嗎 舉個手 哇 我們這邊算是很高的 大概有三四十個人玩過權證 我們200多個人有三四十個人玩過權證 那有權證賺錢的可不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用權證賺到錢 剛剛三四十個 喂 哇 哇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哇 真的是喔 鳳毛麟角喔 所以那個賺很大跟輕鬆賺其實是騙人的喔 因為我們講以小博大 博大裡面還有一個博啊 博就是有賺有賠嘛 我們不能只講好的嘛 對不對 那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玩權證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權證到底該怎麼玩喔 你應該懂一些什麼東西 才不會一進市場就賠了錢 事實上權證呢 它就是股票的一個工具嘛 一個連動工具 你要知道它兩個特性喔 第一個就是連動 第二個就是它有槓桿 這兩個東西你要先搞懂 你如果這兩個沒有搞懂不要來玩權證 因為股票都做不贏了 還想玩贏權證 那是不可能的事喔 因為權證是跟股票有連動關係 跟股票有連動關係 你看對了 這裡有講喔 選對權證 要選對股票 選對權證 然後才會賺很大 所以你首先你要學習的是 怎麼選對股票 選對股票 剛剛藍先生已經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去選股票 因為權證是一種交易型的產品 那它不是投資喔 千萬不要把投資這個觀念放進來 應該是投機才對 因為它是一種短線的投機產品 那它是以交易為目的的 那它的主要的方向 是去連動股票的價格 那你看對了股票 再來選權證 選對方向的話 閉著眼睛都會賺錢 說實在 沒賺實在是對不起權證 因為權證是依附的股票來動的 那我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樣來使用這個權證工具 那權證是什麼 權證是什麼 然後權證呢 它去連動股票 那連動股票的話 股票有價格啊 那權證的價格該怎麼計算 這我們要玩一定要搞清楚 你不要說 買了股票 股票動了 結果權證沒有動 那就是你權證挑的不對 你可能貪小便宜去買那個 已經快要到期的權證 0.01了 結果 股票動了 可是跟你的權證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沒有跟著連動 因為太過價外 而且快到期了 所以它就不連動了 所以這些妹妹咬咬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的合理價格怎麼算出來的 其實每一家證券商呢 他們都有試算器 那你會不會用 如果連試算器都不會用 就敢進權證市場 會贏那才怪 好 第二個 如何挑股票 那挑對股票 選對權證 然後才會賺錢 那股票怎麼挑 這個不是我來教 因為股票市場上 大家本來就有一個操作股票的習慣 但是呢 有一些股票的壞習慣呢 做輸股票的壞習慣 千萬不要拿到權證市場來 因為它是一個很投機的東西 它的波動性很大的 你像槓桿三倍的權證 你來連動股票 股票漲了 那你就賺三倍 那就恭喜大家 可是萬一賠的話 也是賠三倍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來 使用權證這樣的工具 你要先會挑股票 那挑股票呢 這裡呢 元大這邊有幫大家準備 這個智慧選股DIY 如果你會用的話 電腦也會快要偷刀 你會使用這個DIY 他很快速的根據你的條件 八大面向的選股 很快幫你選擇一些 現在目前基本面 條件 各方面都比較適合的股票 那你根據這個股票 再來挑權證 這樣子對你的勝算 就會加大 然後再來呢 如何選權證 我們知道全證是連動股票 股票現在兩千多檔 可以發行全證的股票 大概只有三四百檔 這個三四百檔裡面呢 各家券商他都可以去發行全證 去連動股票 結果這樣一搞起來呢 全證市場有兩萬多檔 天啊 股票兩千多檔 我都已經搞不清楚了 再來兩萬多檔 要在那麼快的時間內去找出來 很困難 我們有一個什麼 快收123K 幫助新手投資人呢 他在很快速的時間內 三秒鐘就選到他 差不多差不多的全證來投資 這樣子你只要選對股票 那其實用全證再來連動股票 用他的倍數來賺錢 就變得比較簡單了 那另外如果是高手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進階搜尋 進階搜尋是什麼 一樣 下一些條件是 很快的 三秒鐘也是可以找到 一頭拉股子的股票 一頭拉股的全證給你來挑選 那所以可以善用這樣的搜尋工具 然後另外呢 我們平常全證要看盤 那股票有看盤系統 那不用講 那全證的看盤系統呢 其實真的是要大家的券商才做得到 他們會去幫全證的投資人 去量身訂做一個好的看盤環境 那我們元大這邊呢 有一個叫做 點金您全證櫥窗的看盤 這是從以前到現在 都還是大家蠻喜歡使用的 因為它上面呢會把它全證相關的條件呢 通通列出來 你只要會動用上面的一些設定 你在任何的全證櫥窗上面 打上股票代號的名稱 它很快的一秒鐘之內就把所有 全市場相關的全證都給你找出來 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希望做排序 像你要用Delta排序也可以 要用Sita排序也可以 用什麼到期日來排序也可以 用交易的金額來排序也可以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很方便的很快速的排序 這排序有什麼好處 讓你可以很快速的找到這個市場上面呢 投資人他們都關注哪幾檔全證 同一個標的 哪幾檔全證是他們比較關注的 那大家都知道魚群理論嘛 魚群的理論 哪邊魚群聚集就代表那邊有地方 有東西可以吃 那所以我們選全證其實就變得更簡單了 搞不好我都不要用那個什麼搜尋引擎 我只要上點金銀的系統 我稍微排一下 我看一下說現在目前交易金額是 這一檔股票的交易金額 是哪一家的全證交易量比較大 交易金額比較高 那我就可以從這些比較熱門的全證裡面呢 去找尋我可以投資的標的 在找尋看看適合架內外的比例 我去挑選適合的全證來做 那這個就是一個全證櫥窗的一個 好用的一個看盤系統 然後另外呢 怎麼樣來學全證呢 也就是說 我不可能用40分鐘的時間教會大家 大家可以充分運用自己的手機呢 或是電腦呢 你可以很簡單的打 像YouTube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你在上面打全證兩個字 我跟你講全市場上面 所有好用的那些 那些什麼影片啊 什麼都會上傳到那個地方去 甚至於我們的看美人學全證也在那上面 還有呢 所有市場上的達人免費來教學 每一個的錄影帶都在那個上面 那你可以根據你的需要你的喜歡 你去挑選喜歡的達人 來看看他們到底怎麼操作全證 那別人的經驗 不用半生你就買得到 所以最便宜的就是什麼 YouTube上面你打全證兩個字 去把那些影片拿出來看一看 你可能花一點點的時間在手機上 等車無聊的時候看一看 你就會學到一些全證真正真正 操作的一些心得 那個主辦單位待會會準備一個大獎 又是那個2000塊錢的7-11的禮券 要送給在座的各位 那只有一名的機會 所以我待會剩下5分鐘的時候 Cue我一下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2000塊錢的這個禮券送給大家 那我會問一個非常非常難的問題 那這個非常非常難的問題呢 都在以下我跟大家的分享裡面 我會找一個很難很難的問題來問大家 等一下到最後5分鐘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獎品發給大家 好 全證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這個很簡單的 三個齒輪 下面這個是個股票 這邊是一個認購認售全證 它這個是表示什麼意思 就像一個齒輪一樣 當股票動的時候 你的認購認售全證就會跟著這個股票來動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投資股票的時候呢 如果說我想要取得更多的槓桿 我想要以小博大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考慮去選擇認購或是認售全證 那因為它的價錢會比較便宜 那我用同樣的資金呢 我可以取得更多的股票 譬如說兩倍槓桿的股票就好了 我用兩倍槓桿的全證去聯動它就代表什麼 我用同樣的資金我可以買到兩張股票 那如果是三倍槓桿 那就是三張股票了 那你說對齁 那這樣子我的資金就可以充分的運用 我一張可以比三張 一張也可以比十張 如果十倍槓桿的話就一張當作十張用 一張的錢 當作十張的錢來使 那好你用一張的股票的錢買到十張股票 很高興如果你看對的話好高興拍拍手 那萬一看錯了呢 那你就是擁有十張股票的風險 所以那個風險請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如果說你太擴大自己的槓桿的時候 你會把自己陷在那個風險裡面 當然權證這個產品就很有意思啊 它就是說風險有限獲利無窮 這不是我在自賣自誇 確實它是有這樣的特性 因為它最多就是賠掉你進場的那個權利金 進場的權利金 它不會像期貨一樣還會有什麼有追角的那個情況 不會像融資融券還有追角 最多就是賠掉你的權利金 那但是萬一賺錢我一張的股票的錢 我買了等於相當買了十張股票以後 萬一賺錢的話我就整整賺十倍 這個是一個以小博大機會 那我們有很多投資達人 有一位泰國的補先生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沒有錢他只有八萬塊錢 可是他後來用他的八萬塊錢賺到了八百萬塊錢 在短短的兩三年內 這是真人真事 那他也曾經分享過 那大家如果想要瞭解他的英雄事蹟 其實你到YouTube上面去找 那個補松坡 那你也可以找到 那他是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案子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變成補松坡 那因為這個是要透過學習 而且要認真去搞懂權政 那搞懂他的風險以後再來進場 才有可能像他一樣 那我們怎麼樣透過權政呢 讓我們有槓桿呢 他只是從一個買股票這件事情 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買股票的權利 買股票的權利 就多了的權利三個字而已 他就可以讓你取得一倍 兩倍三倍四倍五倍的槓桿 那看你要用多大的槓桿可以自由挑選 這就是權政的好處 但是呢他跟股票不太一樣的地方 他有時間價值 也就是說你股票 我買了抱住 然後被套住也就算了 我還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跟他除權除息對不對 還可以放到天長地久 只要他不下次的話 可是權政就不行了 他可能連動只有半年 連動可能只有九個月 九個月以後呢 他就要被自動結算喔 就跟你沒有關係了 所以他只是什麼 買股票一陣子的表現 你只能把它當成一陣子的股票 不能把它看成股票一樣 因為他只是買一陣子的表現而已 就像你去買車位一樣 你買車位那個車位永遠是你的 可是你用租車位的方式 你租一段時間就不是你的 你就不能停車了 那權政就是一個類似租的一個概念 就像借錢一樣 你借了錢總是要還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不是像股票一樣可以長置久安 不能用這樣來看他 所以他可以用小錢呢 來複製股票價格的漲跌 一個槓桿工具 每次都在講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可能 如果有看過權政的人 大家都耳熟能詳 他把它當成一個房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買房子都知道嘛 一棟房子 如果他的價格是一百萬的話 那我沒有一百萬啊 那我就去買 買什麼 我用一個權利金 花十萬塊去買一個 用一百萬買房子的權利 多久 這裡的例子是說 我買兩個月內 用一百萬來買房子的權利 我花了十萬塊的權利金去買 當股票上漲十五天之後 真的上漲了 漲到了一百一十五萬 那我的房子呢 算是賺了報酬率多少 百分之十五 我如果買了房子的話 我會賺百分之十五 可是我只花了十萬塊的權利金 去買一個買房子的權利喔 那經過十五天以後 他假使他也漲了十五萬塊 從十萬塊漲到二十五萬塊錢 那他就賺了多少 報酬率就變成百分之一百五十喔 因為他的本金只有十萬塊錢 這個槓桿就出來了 這裡是多少 一百跟十萬 是十倍的槓桿喔 也就是說 當這個價格上漲的時候 我用十分之一的價錢 我也賺到同樣的十五萬喔 他的槓桿就是這麼的神奇喔 那可是說 天有不測風雲啊 哪有股票都一定會看對了 哪有買房子一定看對 萬一房子下跌的時候 你是擁有房子的人 從一百萬跌到了八十五萬 那你買房子的話 你就賠了十五萬 可是我買的只是 一個買房子的權利十萬塊錢 我大不了就放棄這個權利就好了 我不要去買這個一百萬的房子就好了 我放棄這個權利呢 我損失最大就是十萬塊 可是你如果真的是買房子的話 你就賠了十五萬 可是我買房子的權利 如果看錯了 我最多最多 就是損失我手上的那十萬塊 你把這個房子呢 改成股票 意思就一樣啦 我買大力光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耶 沒有三百多萬 可以買一張大力光 那我買什麼 買大力光的權證 我一樣可以賺到 跟追蹤大力光的漲跌 我也可以賺到大力光的錢 對不對 而且我的報酬率呢 還比真正去買大力光的報酬率還要高 但我如果真的有三百多萬 可以買一張大力光的 我也可以三百多萬去買大力光 我也可以拿這個三百多萬呢 來買大力光的權證 但我的報酬率就不止這些了 一定比股票還要高 然後權證的以小博大就是這樣來的 好 其實權證就是一種迷你版的股票 當股票上漲的時候 你看這個台積電 它上漲的那個K線圖 那你再看看 同一個時間去追蹤它的 同樣是台積電為標的的權證 你看它的線型看起來是不是都很像 它就是模仿股票的漲跌 可是買一張台積電那個時候 是99塊半 99塊半 可是買一張台積電的權證才1.76 1.76是多少錢 1760塊而已 哇那個真的是以小博大 可是呢它的漲幅呢 最後出場的時候的漲幅 一個是10% 一個是67% 整整大到6.7倍 這個就是它以小博大的秘密 所以權證是什麼呢 它就是複製股票漲跌 就像影子一樣跟著股票連動 它有這種以小博大的效果 講完了這個權證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 其實用很快速的口語 跟大家介紹它就叫小巧快活四個字而已 小 一共有三小 第一個是資金小 那它的錢呢 大概只有股票的十分之一 就可以跟股票一樣這樣子漲跌 所以它的資金投入比較小 門檻也比較低 好另外第二個小是什麼小呢 它的交易成本比較小 交易成本是什麼 就是手續費跟交易稅 股票的交易稅是千分之三 可是權證的交易稅只有千分之一 這裡就差了三倍 再加上它的價金比較少只有十分之一 所以算起來它的手續費也更低 所以它的交易成本比較低 跟股票來比較起來比較低 另外還有一個小是什麼小 稅金小 什麼 因為權證它是一種權益型的商品 我們每年在除權除息的時候 它有一個鼓勵所得稅要扣 對不對 如果發了鼓勵 大家不要高興 那不是全部都你的 到最後還要課一個鼓勵所得稅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所以但是呢 如果你用權證去參加 這個股票的除權除息的時候 你的那個股指股息呢 它會完全反映在它的價格條件裡面 都會如實的給你 可是它卻是權益證券 它是不用扣這個鼓勵所得稅 在這個地方又有稅的好處 這就是它成本很低 然後稅也小 那另外它的槓桿比較大 它全證的槓桿平均是三到八倍 融資的槓桿剛剛達人有跟大家介紹 十塊錢的股票呢 我們現在準備四塊錢就可以 十除以四這叫2.5倍的槓桿 那全證的槓桿呢 會落在三到八倍 三到八倍左右 所以全證它有比融資還大的槓桿 那你如果說 資金少的人呢 想要擴大它的資金效應呢 就可以利用全證的槓桿效果呢 那創造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報酬率 但是呢還有一個小小塊 看對的時候賺的比較快 因為它報酬率比較高嘛 可是賠的也快 所以大家千千萬萬完全證的時候呢 一定要停損也要很快 因為你握有一張股票 跟握有十張股票是不一樣的 那股票動一下 如果看對方向當然很高興 那看錯了你要賠十倍啊 那嚇死人了對不對 所以手腳是不是要更快一點 所以停損也要很快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會追腳 不會有那種融資斷頭追腳的那種情形 好 另外第四個好處 活 什麼活啊 很靈活嘛 它多空都可以做 一般我們投資人呢 最常做的就是看多嘛 只有一個多的方向 那你說看空你會不會做 我跟你講十個人九個不會做 叫他融券 他說那我連融資都沒有拿來的融券 不會做空 不會做空怎麼辦 全鎮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他多空都可以做 那你看漲買認購看疊就買認壽 好 全鎮它的計價方式怎麼決定的 我們知道我們去買東西 去買魚 買蝦 你都知道說有一個襯子 人買多少襯就知道價錢 那你買全鎮也是一樣啊 有一個衡量的標準 那個襯在那裡 它那個襯是哪一個襯呢 它叫做Black Show的一個定價模型 用這個模型呢 那發行券商呢 它也是用這個定價模型 在算合理的價格 那我們就要了解這個定價模型 這個襯怎麼用 那我們就會算這個合理的價格 那我們也不會去用評價 不可以說 你發行券商黑白好 黑白說多少就多少 多少 高票多少 價值的時候 你會全鎮多少 那是肯定的 那就是Black Show算出來 那它裡面會有一些條件 會把履約價股價波動率 存續期間 利率 這些東西輸入到這個 這個模型裡面 那直接就算出來 你說 哇 等我來 那天都黑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 每家券商都有全鎮試算器 你只要 把你的 當時的那個 股價挑好 把當時的影波率 波動率調好 打到那個試算器裡面 馬上 你現在全鎮合理價格該多少 它就會提供一個參考數據出來 那以這個東西來看看你的全鎮有沒有買對了 有沒有買錯了 有沒有買貴了 從這裡方可以看得到 好 那 合理的全鎮價金怎麼算 這是理論上的算法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把這個條件呢 PRKTV 把這些東西算進去就好了 大家說這個英文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好難懂 這個P是什麼 股票的價格嘛 這個大家都查得到的 R是什麼 就是一個利率 K是什麼 就是一個執行價格 就是這檔全鎮它的履約價 就是K 那個T是什麼 它發行的時間有多長 這個就是T 那這個V就是剛剛講的隱含波動率 它會影響到那個全鎮的價格 隱含波動率高的時候價錢就會比較高 隱含波動率低的時候價錢就比較低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N N是行使比例 就是你一檔全鎮要代表 可以換多少張股票的一個比例 就是這個N 把這個PRKTVN 把這個輸入進去 就會算出什麼 全鎮的合理價格 那試算器不會用 沒關係 我待會後面會交 那等一下交聽不懂 沒關係 我們有那個VCR會教你怎麼用 然後我們還有試算器在元大全鎮網 讓你來試用 所以大家只要會知道說這樣的模型怎麼計算 這樣就好了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你只要搞懂這個數字 其實全鎮一點都不困難 我們知道這個數字叫做Delta Delta Delta是什麼意思 就是當你的股票 你的聯動的那個標的股 漲一塊錢的時候 我的全鎮應該要漲多少錢 多少元 多少金額 你搞懂這個就好了 我買聯動工具 本來就是說 我這裡 你股票漲一塊 我的全鎮應該要表現多少錢 我如果說 我是行時比例 1比1的情況之下 股票漲一塊 我也漲一塊 我的全鎮也漲一塊 這個叫什麼 百分之百聯動 也就是說我的全鎮 跟股票的那個漲跌 百分之百都有關的 是百分之百聯動 那個時候它的Delta值是1 1 最大就是1 一般來講 大家可能在市場上面 有聽到很多全鎮 有很多術語 有什麼認購全鎮 認壽全鎮 還有聽過什麼純骨鎮 還有聽過什麼牛熊鎮 有沒有 還有聽過什麼展顏牛熊鎮 最近又聽到什麼展顏牛熊鎮 怎麼這麼複雜 其實都很簡單 全鎮很簡單 所謂的一般全鎮 它的Delta值 就是這個聯動的比例 是從0 0到百分之百之間 百分之百就是1 從0到1之間變化 如果認壽全鎮 就從0到-1之間變化 就這麼多而已 那如果說Delta值 我看到是0.5 代表什麼 聯動一半 這個叫價平的 大概是價平左右的全鎮 所謂價平就是履業價 跟現在價格 差不多一樣的時候 叫價平 它Delta值大概是0.5到0.6之間 那如果是1呢 就是深度價內的全鎮 才會這樣 1的話就是深度價內的全鎮 代表什麼呢 股票漲跌一塊錢的時候 我的全鎮也漲跌一塊 這個叫聯動百分之百 所以最大的Delta值就是1 你只要懂這個Delta值的話 你買全鎮的時候你就去看 它Delta值多少 它Delta值等於0.6 這代表什麼 股票漲一塊的時候 我的全鎮會漲0.6塊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Delta值是股票價格 變動1塊錢的時候 相對全鎮價格會變動多少錢 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這裡有一些例子 那等一下還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第二個 Theta值 全鎮每一天會減少金額叫Theta值 Theta值 你說那個Theta值好難記喔 你把它記成TIME好了 時間值就是時間價值 一般來講呢 我們發行鎮商幹嘛發行全鎮 其實就是在賺這個時間價值 我們把發行鎮商看成什麼 我們去買股票可以賺錢的對象 那我們買股票我要用融資槓桿 我要跟人家借錢 那發行鎮商要借錢給我 等於是發行鎮商借錢給我的意思 那發行鎮商借錢給我 他總不會那麼好心 就是白白借錢給我 一定要收利息嘛 利息就是時間值 那發行鎮商賺的就是時間值 那投資人賺什麼 投資人賺內含值 我這個股票如果有內含值 全鎮如果進入價內的時候 有內含值我就賺錢了 或是說我買價內型的全鎮 我內含值本來是兩塊錢 結果後來他又往裡面 漲更深進去了 漲到四塊錢 那我四塊錢跟兩塊之間 我就有兩塊錢的價差 我是在賺內含值 投資人是在賺內含值 發行鎮商賺時間值 時間值就是什麼 像價外的全鎮到齊了 這些時間值就是發行鎮商拿走了 那你的全鎮就歸零了 所以我們賺的是那個時間值 就像你賺的那個融資利息一樣 所以這個cita值呢 每一天每一天會減少 這個cita值呢 會出現在那些全鎮的看盤系統裡面 那cita值前面都是負的 負多少 那個就是每一天每一天 你的全鎮上面的價格 會減少的部分 就是這個cita值 好 實質槓桿 實質槓桿又是什麼 哇 又是一個新的名詞 好難懂 它跟那個delta其實是互為運用 跟那個delta值是一樣 delta值表示的是 股票漲跌一塊的時候 我的全鎮會漲跌多少元 多少金額 那這個實質槓桿的意思呢 是說股票漲跌百分比多少的時候 我的全鎮會漲跌百分比多少 百分比多少 那也就是說 股票漲百分之一的時候 如果我的實質槓桿是3 那就代表我的全鎮呢 會漲跌百分之3的意思 漲跌百分之3的意思 這叫做槓桿倍數 它的公式是這樣子的 大家有機會都還會再看到 好 那剛剛講了半天 那你說 哇 那全鎮的條件這麼多呢 到底我要買價平的好 還是價內的好 還是價外的好 條件這麼多 我該怎麼挑 那有一些達人呢 我們把它整理起來 達人告訴我們怎麼樣選全鎮 第一個 你要選擇什麼 買賣負擔價量穩定的 也就是發行券商呢 他有照期間來幫你報價 造勢有在造的 第一個你要選一個比較穩定的券商 然後選什麼 delta值大一點的 為什麼要選delta值大一點 delta值我們剛剛講的是連動的金額 連動的金額越大的話 我在操作股票跟超過全鎮的感覺 就越接近 不要說delta值很小 0.00001 連0.01都不反應出來 結果我的股票漲了10塊錢 結果他那個全鎮動都不動一下 那就是delta值太小 他跟他的連動關係根本就很小 反應不出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挑什麼 delta值大一點的 當然你在操作上面 你就會比較直覺 另外呢 十字槓桿挑大一點的 十字槓桿挑大一點的話 也是同樣的意思喔 我在漲跌的時候 我來買全鎮 就是為了要取得他的槓桿嘛 如果他的槓桿 越明顯越大的話 我是不是更少的時間內 我就可以賺到我該賺的錢 所以要挑十字槓桿大一點的 然後呢 挑什麼 theta值要挑小一點的 時間值是我每一天每一天要付的時間成本 我每一天每一天我的全鎮價格 都會被人家扣一些利息走 所以全鎮不可以擺嘛 擺越久就是theta值被扣了越多天嘛 對不對 所以是短線的工具 那theta值怎麼樣才會比較小呢 距離到期日比較遠的時候 他扣的比較少 那超過90天以後他就加速扣 所以我要找theta值小一點 我要找那個天期長一點的 有90天以上的天期的 那個扣起來theta值會比較少 比較少我就比較划算 另外買賣價差比要小 買賣價差我懂啊 就是尾買跟尾賣之間的價差嘛 可是比是什麼東西呢 剛剛達人有跟大家做了一個示範 就是說你全鎮價格越高的話 因為他的那個tick數 就是那個尾買尾賣之間的跳動的tick數 是0.01的話 去除以他的價格 如果你那個分母那個價格越大的話 他的買賣價差比就會越小 所以買全鎮不是說買越便宜越好 不是買那個0.01的買那個0.01 0.04的那種比較好 你最好還是挑一塊錢兩塊錢的全鎮來買 那樣子買的話你第一個 你不會在交易成本上面吃虧 你會在交易成本的買賣價差比呢 會比較小 那你看那個我們的點心靈系統上面 就一個買賣價差比的一個百分比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你盡量挑選那個2%以下的 你最好那個挑到百分之0點多的 那種買賣價差比就是說 你在一買一賣之間 你在交易成本上面不會吃虧 你可以來這樣做一個比較 所以買賣價差比要買小的 然後另外呢挑選價內外百分之10 其實這個不太精確 事實上剛剛達人有說 你如果剛開始進場買的話 你最好是挑價平到價內百分之10左右 這樣看起來比較安全 因為我們這個Delta就是說 價內跟價外之別 那你越連動越密切呢 Delta值越趨近於1 就越向融資 越向融資呢 就像股票的融資貸款一樣 它會跟股票百分之百的連動 那你如果越價外的呢 它的連動性就不會那麼明顯 所以你看你要挑便宜還是要挑貴 其實不是便宜跟貴的問題 是它的連動性好不好的問題 如果它連動性很好的話 我當然是要挑連動性比較好 但是也不要挑太價內 如果太價內 如果說那個槓桿比2.5還要低的話 那我就乾脆去融資就好了 我幹嘛還用這個全證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考量一下 那剛開始新手上路的話 盡量找價平附近的 為什麼 大家如果到那個點經營系統上面去看一下 所有的買賣交易成本交易金額比較大的 它都會在價平附近 都是價平附近的交易會比較熱弱 那交易熱弱的代表什麼 整個市場上的全證投資人 大家都往這邊去買 那這些也就是比較熟門熟路的人 喜歡買的全證 那這些全證以後的交易 以後的買進賣出也會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去挑這樣的會比較好一點 這裡還有一個6不買 快到期不要買 太價外不要買 太期低價不要買 快賣完的全證不要買 什麼叫做快賣完的全證 我們發行全證的時候 常常都是五千張或是一萬張 那如果說這五千張一萬張呢 都已經銷售一空了 都已經市場上投資人買走了 那有一些投資人呢 金額比較龐大的投資人 他是喜歡去收這些全證 因為全證可以影響股票的價格 他可能本身也在做股票 結果他把這些全證收完以後呢 變成什麼 他造勢變成那個市場上他的全證最多 所以他可以讓那個全證要漲要跌 都是看他了 那這時候呢 如果不知情的投資人去買這種快賣完的全證呢 他可能會買到偏價的 價錢偏離的全證 買到那種天價的全證 那將來你要賣回來的時候 因為籌碼都在他手上 他不收你 你也沒得收 那發行券商也沒有 價錢可能爆得很低 跟就低到沒辦法出現來買你的全證 的時候你可能在出的時候會比較有困難 或是出到那種很不合理的價格 你會覺得會虧損受傷的那個金額 所以不要去追價 哇 他是不是在警告我 對對對 我真的是 準備了太多資料了 好 投資全證要注意他有到期日 這個有時間價值 這個一定要注意 然後最重要要學會停損 你不要把那個股票的壞習慣拿到這邊 跌了又去攤平 這個全證的風險比較大 所以一定要會停損 然後賣完了不要買 六步一樣 這個是告訴大家 全證有一個造勢規定 造勢規定在大家的那個 那個公開銷售說明書上都有印 大家去看一次就好了 你就了解了什麼叫做造勢規定 在一些時間上面 一些報價的單位上面 要避開 記得要避開 然後全證怎麼挑 我們有那個 yes win 點金零 智慧選股DIY 可以挑股票 那選全證有快收123 進階搜尋 這些都很好用 然後這是原大全證網的畫面 大家看到這邊這個原來這樣學全證 到這邊來學全證就可以了 然後這是全證的一些資料 可以在這邊一目瞭然 在原大全證網的這個基本資料裡面 可以看到它發行的張數 跟自行商銷售張數的意思是指 現在發行了2萬張 市場上買走了4600張 那意思也就是說造勢商手上還有張數 所以它就還沒有賣完 所以報價會比較正常一點 可以挑選這樣的 那這下面也有時間值的一些表現 那這個是隱含波動率 那這個地方是要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去找它的那個 起初的那個起初的那個隱含波動率值 把它帶到這個全證的試算器裡面 全證的試算器裡面 把它放到這個價格裡面來帶動 這隱含波動率把它調整過來 時間也可以調整 然後可以算出一個合理的價格 如果不會的話問我們原大全證 全證的那個夜代 好這個是快收123 好很快的 好這個是進階搜尋的畫面 這是全證點精靈的一個畫面 它這邊有快收123的引擎可以用 那這裡呢 我們原來這樣學全證裡面有 有三個單元 有13問的問題 就是全證容易發生的一些問題 可以來這邊看 每人家教有10個VCR 大家點進去就可以看 用手機也可以看 那好手名人堂這裡呢 我們有全證的高手的VCR 還有他的心得 在這邊做分享 所以大家有機會都要上來看一下 這13個我也為什麼 好先謝謝大家 那我等一下 還有一個很大的獎品要送給大家 我問大家一個很難的問題 我剛剛有談到 當股票漲一塊錢的時候 我用什麼數據 我可以看到我的全證可以漲多少 等一下 這題目很難喔 對不對 那我們讓那位先生 他幫我們做一個裁判 我喊1 2 3的時候大家舉個手好不好 1 2 3 DELTA值 DELTA值 標準答案 DELTA值就是你全證連動的一個比例 那大家要知道你的全證該漲多少 就看DELTA值就知道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